你好欢迎收看12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府原民处10号在花莲美伦饭店热闹展开 举办国际原民慢食论坛 而这次的论坛也邀请到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多国的厨师 线上参与论坛 分享每个国家对慢食的理念 一起参与讨论花莲原民的慢食精神 在阿勒菲斯舞蹈团精彩的表演之下 花莲县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 10号上午在美伦饭店热闹展开 这次的论坛也邀请到7个国家的厨师线上参与论坛 分享每一个国家对于慢食的理念 县长徐真伟也表示 慢食的概念发源于意大利 花莲在2019年举办了第一届的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后 今天再次的举办第二届的论坛 未来更希望能在原民慢食文化的推广下 让原民饮食文化的特色也能够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108年的论坛之后我们做了一些政策的定律方向 所以我们在今年花莲的slogan才是慢精品 而这也因应了我们现在的慢食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今年就开始来布建我们的慢食餐厅 那我们的慢食餐厅也获得了 这个意大利慢食组织慢食联盟的这个餐厅的认证 那我们14家的慢食餐厅的老板 也就是厨师跟这个慢食厨师联盟 这个一样然后把它结盟 那成为这个国际认证的慢食餐厅 所以这个慢食餐厅之后 那我们未来就是会把我们的部落旅游再把它结进来 让花莲的旅游资源更加的丰富 而且让能走进来花莲的人 真的能体会到慢精品的这个感受 现场也有来自花莲的原住民厨师和学者 一起参与论坛 原住民行政处处长陈建春也指出 让食材从取得到餐桌上 未来将会持续推动原民饮食的特色 以彰显在国际上的指标性 我们为了要积极落实慢食的三个精神 就是good clean fair 优质干净跟公平的慢食精神 我们今年花莲县政府已经产生了14家 原住民族慢食餐厅 而县府会陪伴这14个慢食餐厅跟大厨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服务环境 而且要朝向能够国际化 而且还有friendly就是友善的一个环境 来落实我们慢食餐厅的一个目标 最后县长徐振伟也说 原住民慢食的推动必须建立在文化价值与理念的实践上 2020年在美轮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原住民野菜学校 期许成为推广花莲原住民饮食智慧的平台 第一个幸福城市 在花莲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